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皇帝被俘虏后 有人把他救了 没想到他不知道感恩 却把那个人给杀了 这个皇帝就是明朝的第六代皇帝朱祁镇 从朱元张建国到崇祯皇帝 王国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只有一个年号 但是朱祁镇却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有两个年号的皇帝 一个叫正统 一个叫千数 不是他非要搞特殊 他也不想要两个年号 在正统朝时期 明朝开始了太监乱政 明朝第一个乱政的太监王阵就是那个朝代的 先说正统朝 差不多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这么多的中粮战材他不信任 偏宠信一个教书先生出身的太监王阵 一干烟打把国家祸害的乌烟瘴气 后来瓦刺犯爹 浩大喜功的朱祁镇羡慕先太祖和成祖横扫蒙古的英明神武 也想立即见局势其功 直接下旨亲征 大臣们接到消息进攻苦劝 却被英宗斥责 没办法只能奉旨跟随 胡日 明英宗朱祁镇率明军三大营全部主力 和几乎全部冷闻五百官出征 朱祁镇乘坐马车 不配铠甲 不晚裂弓 与其说是征跑路亲者 不如说更像出去狩猎的架势 按说既然亲征你就好好打 他不 走道半道又后悔了 连敌人影都没见着撤兵 撤兵们撤得快点啊 跑还没跑成 让人家围在土木堡包了饺子 稀里不图一场混战 几十分大军全死光 在刀光剑影的纷乱中 明英宗已无路可走 干脆盘腿灭难而走 这时 有一瓦剌士兵过来要包掉明英宗的衣甲 被明英宗拒绝 该士兵急起后赶来的哥哥看到明英宗气度不凡 知道他不是个小人物 将情况报告了野仙的弟弟赛堪王 赛堪王又把这一情况报告了野仙 土木之变的结局是惨痛的 王 朕被将军樊中所怒杀 明英宗朱祁镇突围不成被俘 而这个事件也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但朝政的有人管 北京城的有人抵抗 为了发起北京宝贝战 兵部侍郎于谦拥戴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朱祁玉即为为明代宗 也就是景太帝 之后于谦升任兵部尚书 坚守北京 整顿边防积极备战 于是就有了野仙压着明英宗朱祁镇来到德胜门 于先率领各路民军奋勇抵抗 北京保卫战的结果是显著的 大破瓦剌军 野仙率军撤退 多次打退瓦剌多次侵犯 眼看压着各明朝前皇帝朱祁镇 却占不到便宜的银县 所幸就在1450年把明英宗朱祁镇给放回了北京城 山玉玉来丰满楼 有道是一山不容二虎 大明朝的前皇帝和现皇帝搁在一块 能不出事而才怪 更何况现在的明代宗朱祁玉在襄王时期 可也是储君被选 正统15年 英宗被使归 魏景帝幽进于南宫 景泰八 年正月 景帝并重 不能临朝 石亨建帝极慎 及与都督张月 太监曹吉祥等密谋发动政变 雍英宗复辟 以邀功赏 须有真 石亨等引军先于潜入长安门 急奔南宫 毁墙破门而入 以英宗登年 自东华门入宫 升奉天殿 并开宫门告知百官太上皇以复位 英宗复位后 夏于谦 王门于宇 后又以谋逆罪杀于谦 王门 迫害于谦所见之文武官员 论父毕宫 对时亨 张月 徐有真等人分别静官夹决 二月 费景帝仍未成亡 迁于西内 如果不处置于谦不但无法震慑众臣 而且不能清除朱祁玉在朝廷的影响 对他的统治极为不利 所以在徐有真上书进见不杀于谦 此举为无名后 朱祁镇下了处置于谦的诏书 命约杀于谦 抄家产 并且诸连他的家人 一律发配充军 朱祁镇之所以要杀于谦 只是为了巩固他的权位 清除朱祁玉亲信的帝龙之王 于谦是抗击瓦拉的功臣 他的死令天下之人惋惜 就连朱祁镇生母孙太后也感叹之 朱祁镇自己也知道于谦有功无果 对此甚为愧疚 于是在其逝世前 特意留下密告命纪委的明线中 为于谦证明平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